iPhone 透過這個手機直視直播轉換器 進入到電腦OBS 這可以做到滿框的直視直播 然後你這邊可以控制參數 確定完按一個點 就可以做 乾乾淨淨的美肌 直視直播 各位大家好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 如何在電腦的OBS上面執行美肌美顏 的這樣的直播教學 常會在賣衣服的這一個應用 那很多的使用者會問我說 要怎么在電腦OBS上面做美肌美顏 其實我在 之前有拍過了兩種方式 一種方式啊就是說 將這個一般的這種攝影機 想辦法灌入到你的電腦的OBS去 擷取卡方式將 iPhone的影像進入到你的電腦 然後呢透過電腦的 美肌的程式去處理 處理完之後再丟到OBS好這是iPhone嗎 那我們就將這個 HDMI 線拉出來連接私訊解取卡進入到電腦 好看到畫面了嗎 那你看哦 就是他的我可以用我的滑鼠去控制左邊的參數 比如說我補光 然後呢你的OBS也會跟著補光 磨皮 也會跟著補 就是我的左邊的這些參數 控制完之後 再將影像丟到OBS這邊來 這個方法的全點就是 外掛程式的流暢度並不好 可能你要用更好一點的電腦等級 才可以提升他的流暢度 那第二種方式呢 我也是用擷取卡方式 我譬如說我是連接這個 這個iPhone手機 然后呢透過這個 HDMI出來之後 連接私訊的擷取卡 美肌APP的影像投影到你的OBS之後 然后呢就可以做一些美肌的設定了 比如說我們可以按這個美肌 然后選擇你的美妝 然后眼睫毛什么什么的 好臉型瘦的好 確定完之后你再按下去 這時候就可以做一個直播 這個 左右兩邊黑邊都浪費掉了 這時候你在做直播的時候啊 這個解析度就會變差了 因為你真真實實 只有用到這一塊而已 這塊的面積大概只有原本1080p 解析度的一半都不到 所以這樣的畫質會非常非常的不好 所以我們會 會改良另外一種模式 你有沒有發現我常常都是用 iPhone為例子 因為iPhone啊他可以保證有HDMI的輸出 那一般的這個安卓手機 可以使用嗎 這個我不敢保證 因為我的我採取的方式都是採用HDMI的輸出 有一些安卓手機 並不會有HDMI輸出 這時候就很麻煩了 所以啊 很麻煩每次 都要跟客人解釋說 你的安卓手機要先確定有 HDMI輸出才可以使用 所以啊這是第一個最大的缺點 第二個最大缺點就是 你在手機上面做美肌的程式 你呈現的是直式的畫面 丟到電腦OBS他去直的 那你的左右兩邊的畫面 是浪費掉的 那我們今天就要介紹一種方法就是 保證所有的手機都可以使用 不管你是安卓手機 不管你是iPhone手機 或者是iPad或者是iPhone 都不用管他 我們只要連接這個盒子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手機的直視直播轉換器 將任何的安卓手機或者iPhone手機 連接到這盒子之後 這個盒子再連接到你的電腦 你的電腦就確定一定百分之百可以抓到這一個 手機的畫面 或者是 安卓手機的畫面好我們來示範一次給你看一下 手機的直視直播轉換器 你要看一下他的接口 他必須要吃這個5福特的電 接上去 這個smartphone的地方呢 直接你的 手機 好我們舉這一台是安卓的micro USB的手機 那你就去準備你的安卓手機的充電線 這非常早期哦早期是micro usb 所以我就把micro usb的線 接進來這個smartphone的地方 好然後這uvc的地方呢 就去接你的電腦 接到你的電腦 好 好這是我們打開電腦的obs 然後呢你去抓一個視訊裝置 去抓這個 你看到這個東西 關於這個呢手機直視直播的轉換器 有很多的限制條件 我必須要跟你說清楚一下 第一件事情 他只能在windows使用 他不能在make 你的電腦的windows的作業系統 必須是要windows 10 windows 11 他不能用在windows7 因為他必須要 等下你的obs要抓 h.264的格式 那windows7以下他沒有支持h.264 所以你在windows7以下的話是不能使用的 所以一定要記得他只能在windows10 windows11哦 好所以我們先去選解析度 這地方先選這一個視訊裝置然后呢 他的那個影像格式要選的h.264這一點哦這個很重要選上去之後 確認就會有畫面了 所以他的左右黑邊是不會浪費掉的 這邊是沒有的他就真的抓到這邊 這個是紅色的區域有沒有看到這邊 值得 那你投影到obs他就真真實實是值的 如果你的手機狀態是橫的 比如說這樣橫的 然後你的這邊他也會跟的是橫的有沒有他就跳過去 ok 這個是他的特性 那我們來試試看iphone是不是也是這樣子 iphone很簡單你就把iphone打開來連接你的iphone的充 那個充電線 數據線 這個數據線連接到你的這個 手機直視直播轉換器把這個換掉 換成iphone的這樣就可以了 有沒有看到這是直的沒有 那如果你把iphone調成橫的時候 他也會調成橫的啊 比如說我現在把它弄成一個 這樣相機 你看這是直的哦那我把它調成橫的 有沒有他這邊也跟的是變得橫的 好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就用這個 iphone做實驗 那我們要找一款那個適當的app 然後這個app可以做 每眼每肌的這一個效果 比如說你今天在apple store隨便下載一個app 然後呢你就把它打開來 你會發現一些問題 這個螢幕上面會有這些icon 這些按鍵 還有一些什麼 那些什麼符號等等等的 你 你iphone上面出現了什麼東西 你的obs就是出現什麼東西 所以你這種app就不適合了 所以啊你要找一種適當的app 比如說這種適當app你找到之後 然後呢他這邊可以設定這個美肌的效果 啊什麼粉紅色啊 還有什麼顏色的美妝 這個反正這個設定完之後 然後呢他的這個右上角有一點把按下去 他整個都那個 符號啊什麼什麼都消失掉了 像這樣的app就非常的棒 可是這款app有個最大的缺點就是說 你必須要有 中國的手機門號 或者是微信帳號 或者是qq的帳號 反正有三種 任一種就可以啊 所以 這個也是個門檻啊 並不是大家都有這個中國的手機門號 或者是qq門號 或者是這個 微信的帳號 如果你有的話 你就安心的使用這款app 沒有問題的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真的要自己在網路上面找找看 找到一款適當的app 可是那些app都會有一些相同的問題 就是 他的那個會有icon 一些按鈕啊一些符號的產生 這樣就不太適合了 那 我只能跟你講是說 你來買我們公司這一款 這個手機指示直播的轉換器的時候 你要在做美顏的直播必須要考慮到這三個限制條件 就是 你要有中國的門號 因為那中國門號就是為了確定讓你的這個 app啊是呈現這個乾乾淨淨的 不會有什么icon啊那些東西的 好 那這個條件就是你要有中國的手機門號啊 或者是微信帳號或者是qq的帳號 大概就這樣子 這個要先搞要先講清楚哦 然後使用這一款直視直播轉換器 目前只能在windows 10 windows 11使用 在make是不能用的 在windows 7是不能用的 這都要先確認清楚才能繼續玩下去 好我們繼續到obs上面做設定 你看到這畫面的時候嗎 那我要做這個 這個美肌的直播 那我們先做臉書的直播設定 然後呢 我們要先將畫面裁切成直式的 畫面 就看這邊 設定這邊 這邊有個影像 請你調整成 那個 720x1280 那第二個也一樣 好 你按去套用 確認啊這時候畫面是這樣子嗎 那再把它拉拉到滿框就可以了 這樣子 好我們繼續設定哦 設定這個那個有個有個叫輸出的地方 一樣這邊要打 720x1280 然后呢這邊選nvidia 然后 冰瑞你可以選5600沒有關係 越高越好 那 一般來講是選6000左右啦 那因為我這邊網路不好就選這個3000 套用確認 好在做這個正式直播之前玩 還是要耳題面密一下 你在做直播的時候一定要用 這個有線網路 這個有線網路 因為確保你的直播的品質 能夠穩定這樣子 用這一種 手機直視直播 轉換器來做這種直視直播是最棒的 因為他的左右黑邊是沒有浪費掉的 那如果你之前用才擷取卡去做的話 那他的左右黑邊是浪費的 你就抓到中間這個 所以他解析度就會比較差 好 那我們要實際做個那個臉書直播 做一個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做這個 粉專直播 然後呢我們就這邊針對這邊就是 選擇這個 直播視訊 好 然後選擇開始直播 選擇 選用串流軟體 然後把copy下來 這到你的obs上面去做貼上 這串流這邊 臉書這邊把貼上就可以了 然後這時候就開始按串流就直播了 如果大家還不清楚什么是obs的話 你可能要看我之前的影片了 因為這邊的影片是比較進階的 我覺得假設你們對於obs是非常的了解 我只是 針對於這個 怎麼將手機投影到這個obs上面做一個深入的一個探討 那如果你對於obs怎麼操作啊 剛那些步驟看不懂 那麻煩你要看之前的一些 比較基礎的教學 好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這個到了 這邊看這邊有綠綠的燈嗎 表示說這個串流是已經成功丟到的 這個facebook 那就看到這邊有畫面了這邊就有畫面了好 那我們這邊開始打你的主播直播的主題 隨便打個 主題 儲存 開始啊這樣就開始直播了 那開始直播的時候還是 要跟大家再講一次說我們這樣是錯誤的 為什麼因為我們現在只有這個場景就有以下 你要記得要加你的聲音啊 你沒有聲音就不行 這邊要有擷取音效輸入 然後 抓到了之後去抓你的 麥克風 這次麥克風 抓到了 就這樣子 那如果你沒有麥克風的話就請你外加一支麥克風 這樣就可以了 好 以上的簡單的介紹就是說 怎麼使用這個 手機的直視直播轉換器 這個手機直視直播的轉換器 我先講優點 優點是說 他不管任何的手機 不管你是用 iphone 還是用安卓的任何一支手機都可以使用 因為有一些安卓的手機啊 他並沒有HDMI輸出 你不用管HDMI有沒有的不用管他 只要你是安卓手機或者是 iphone手機 基本上都能夠使用 連接到這個盒子上面去 那他的缺點就是說他只能在windows10以上使用 windows10啊windows11 他沒有辦法在windows7使用 那當然了他也沒辦法在 麥克上面做使用 好 那接下來就是說 使用這盒子做美肌的直播 像我們這個 做這個 iphone的美肌直播 我是在iphone上面下載一個app 然後那個app 是可以呈現乾淨的畫面 什麼叫做乾淨 就是你看哦他上面的一些按鈕都沒有 那什麼叫不乾淨 比如說像這種就像這種就不乾淨啊你看 這種手機的內建相機你們看到 不乾淨這邊有按鈕啊 然後這邊有什麼對焦資訊啊有沒有 這種就是不乾淨的 所以說啊你要找到一款 乾淨而且具有美肌的這樣的 相機的app才可使用 我目前找到一款 乾淨而且美肌的這app 但是他有限制條件 第一個 你必須要有中國大陸的門號 第二個 或者是 你要有微信的帳號 第三個或者是你有qq帳號 只要三個裡面你有其中一點 你只要可以登入那個app就可以了 就這麼簡單 但是 這還是一個門檻啊 畢竟會有中國大陸門號的人 在海外並不多啦 如果剛剛講的這些限制條件都能夠滿足的話 那麼你就可以大膽的使用這一款 手機直視直播的 轉換器 這樣可以讓你的美肌美顏的這樣的 直播 讓他的效率達到最佳化 接下來我們要做一些 obs更進階的 這個多媒體的一些 效果 比如說啊這只 攝影機是美肌的攝影機嗎 我用iphone做一只美肌的攝影機 照著主持人 那 我同一個時間點我可能要造一些商品啊 我可能連接一只 usb的 文件攝影機 usb 然後呢 這個就可以造一個商品啊 我比如說我造這個商品這樣子 在這邊 這樣子 好那我到電腦obs去抓這一個商品的畫面 好那我這個場景3 我可能要抓那個這個文件的畫面 好去抓視訊裝置 電腦上面去好所以這個文件啊就呈現在你的電腦上面去 就是這樣子啊 好所以在直播過程中啊你可以用你的滑鼠 去做你的切換切換切換 這樣切換切換 切換到這邊的時候你要記得你還是要有聲音 擷取音效輸入 將剛剛的那個聲音要加上去 這樣切換過程中才不會聲音斷掉 好 那我在做直播的時候我可能一開始要有個開場白 開場白就是歡迎光臨之類的 我可能加一張圖片 這邊可以加一張圖片 加一張圖片 比如說這樣子的圖片 這邊要寫個歡迎光臨嗎 那沒關係我去設計一個歡迎光臨的一個logo 然後這是我的網頁 這邊有個febom 你打febom 點 blogspot.com 然後這邊有一個 連結這邊 png的照片了 好比如說我這邊設計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來到直播教室 好這樣子 那你會覺得字很醜 沒關係我們可以換漂亮的字型 這個 然後覺得字的顏色不對 沒關係你可以換 換成粉紅色的 然後黃色的好這樣子 那就按創立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看到這張就是一個png的照片 然後我們這個貼到你的obs上面去去抓剛剛你創立的那個照片 那個是照片哦 你就把它抓上去就可以了 這個啊 直播教室這樣子 你可以把它放在這邊 好我們設定好了 第一個就是你的開場白 第二個就是照你的主持人 用這只相機照你的主持人 然後第三個就是這個文件攝影機就是這一只文件攝影機 啊我們實際點一次哦 開場白 主持人 然後呢文件攝影機就這樣子 那一樣的道理啊我們也可以做這個跑馬燈啊 比如說我這邊做個這個地方做個跑馬燈 還有做個logo 那很簡單你就去我們先做個logo吧 一樣用剛那個網頁去把你logo創立出來 把它放在這邊 放在右上角 然後呢把這個一樣的logo地方把它 複製 到第二第三個也把它貼上去 好我們在做那個跑馬燈 那我事先已經有做過一個 圖片了啊那圖片也是個文字啊 好我們來試一下 怎麼讓這個文字讓他卷動呢很簡單 就到 這個地方滑鼠右鍵濾鏡 新增 卷動 這樣就會動了有沒有看到畫面就會動了 好這樣就卷動了有沒有看到這個字就卷了 這個字就會動了 好我們再重新看一遍 開場白 主持人 就這樣子還剛才那個畫面 好我們這一集啊就簡單的介紹說 如何用iphone手機或者是 安卓手機不管任何手機 連接我們這一個 手機直視直播的轉換器 在電腦obs上面去做美肌的 直視直播教學 但現在是非常容易靠 感谢观看